江湖走 男子好 书水八山 女孩 说啥 有点啥 说哈 有点好哈 一家有一家看 一切把手 天下 彼此当心 情字感同 从来从来不成家 命运好比书里说的便着些吧 江湖走 男子汗 痴心的女子爱着她 苦也好 笑也怕 过敏的兄弟不离散 江湖走 男子汗 书水八山 女孩 她 风也好 雨也罢 专属百姓喜欢她 爱我就爱 可死去我来成绝 猛打恨就会 可不可以义人无怨无悔 诸神八树人家 从不拉西败仔 江湖走 男子汗 书水八山 记得她 最第一名封 独 мед 准信她 不感 得罢 转属百姓喜欢她 thread使命运她 转属百姓喜欢她 头突然止她 故随 stain她 脱水 één八山 雀一只如隔煞 冬也好 雨也罢 转属百姓喜欢她 前映主几百姓喜欢她 转属百姓喜欢她 独 stations一се玩家 转属百姓喜欢她 感 richer Guerra fingerprint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们有几个胆发 让她们偿命 我肚子也疼上了 我说扫鸡公 你不是说你舍不得吃全给她聚舍了吗 我 我是没吃啊 可是我闻了我 这是什么人呢 这是 指纹味是不会中毒的 况且中毒深浅 也是依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而决定的 可老子的 我都上了十八盔茅房了 腿都软了 我去茅房一看 咱旅三分之一的弟兄 都在那排队上茅房呢 还上什么茅房哪 集体去老乡田里 帮老乡施肥 还可以一举两得吗 到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开这种玩笑 大夫 没话有没有危险 我的兄弟们还有救吗 二姨太应该没什么大碍 不过不知道 现在弟兄们的情况怎么样 拖得久了 就怕时间来不及了 把他们全带上 上万县大医院 把那些病情严重的兄弟 都给我带上 怎么去 全部都给我布刑 把病人给我抬到万县区 门第九 到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是 你说什么 干爹送来的那批罐头 有问题 跟老子的 就是杨生 我干爹不会这样故意害你 一定是麦里克公司 欺骗了干爹 那批罐头有问题 干爹也不知道 让我遇到英国那帮贵儿子 我绝绕不了他们 如果这件事情 跟杨生有关的话 怎么了 好等了吗 我没事 灵花 我命令你 我从万县回来以后 你一定要好起来 是 嘿嘿嘿 你要是好起来的话 以后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真的 司令官说话还有假吗 那我想 让你亲手给我搓汤圆吃 什么 不服从命令啊 这个 这 下了 杀杀命 杀杀命 放手 杀杀命 杀杀命 杀杀命了 杀杀命啊 杀杀命 杀杀 你不能这样 杀了 他放心了 干什么 你造反啊 你们 杀杀 杀杀杀命啊 杀杀 杀杀命啊 杀杀杀命啊 杀杀杀命啊 杀杀杀 杀杀杀命啊 杀杀杀 杀杀 杀杀 你这心 你太黑了吧你 这哪是罐头啊 这是毒药啊 你胡说什么什么 别动 谁不许动啊 杀杀杀命啊 杀杀 杀杀杀命啊 终尉相亲 终尉相亲 这件事情 主要责任在我 什么也不说了 粉汉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现在的党务之急 是先将病重的老百姓 送去外险医院治病 我们的士兵晚点再说 好 这事就这么办 那些英国鬼儿子 把我们当饺子念 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行不行 动 给我挑选一些兄弟 等我去外县 会回那帮英国鬼儿子 是 那我们呢 对呀 铁棍牛 你留下 十条战舰全部出动 遇到麦里克公司的货轮 立刻给我扣下 是 潘勇 有 你的空军随时给我准备着 一旦情况有变化 立刻起飞 在空中给我吓唬吓唬 那些英国洋鬼子 是 事关外国人 搞不好会惊动国民政府 万一上面怪罪下来 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好好收拾收拾这帮英国鬼儿子 凡哈尔有什么颜面 面对奎门的百姓 我跟你一道去 活动几家有影响的报纸 希望能通过报纸 揭露麦里克公司的罪行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争取 对全国人民的支持 好 依你的办 梁军长 多亏了你及时处理掉 这一批 一批销的国际罐头 让麦里克公司 避免村中的损失 这是你赢得的 查尔斯 你忘记了 我们是合伙人 麦里克公司的损失 就是我梁某人的损失 报告 这一批销的 梁军长来了 好 查尔斯 我还有些军务需要处理 那我就告辞了 长苗 到 给我盯住那个鬼儿子 是 梁军长 不 区长 现在应该叫 梁总司令 这一批销 你还真灵通 那军长一定也知道 哈尔这次是为何而来 不会是 因为那点军饷的事情 闹情绪了吗 军长 您这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我明明知道 那批罐头有问题 还要给你拨过去吗 哈尔不敢猜忌军长 哈尔是恳求军长 受命哈尔能承办杀人凶手 杀人凶手 英国麦里克公司 樊旅长 你可不要莽撞行事 搞不好 会引起国际纠纷的 个老子的 什么国际纠纷 老子我都不怕 樊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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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一定要慎之又慎 堂堂的国民政府 都惧怕那些外国人 对他们在华的所作所为 都是睁之眼 闭之眼 我们小小的一个军 又岂能奈何得了 这些洋人 此事稍又不慎 万一引起外交纠纷 到时候国民政府 肯定会把我们扔出去 作为替罪羔羊 梁军长 您的这些看法 我还是坚决反对 那些苟日的英国人 都跑到我们头上拉屎来了 我们不把他扯下来 还让他继续在头上拉屎呀 您不先撑 我先撑 这件事 交给我们巴吕来干 绝对不会连累 军长您的 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 如果要找替罪羔羊的话 我反哈尔自己出去 哈尔还有事 告辞了 进去了 让他去 就我怕他不去 自己要去送死 我梁某绝不阻拦 我去 事情办妥了 已经把稿件寄网了各大报社 太好了 旅长 旅长 什么情况 那个洋鬼子 正是麦立可公司入完先代表 叫做查 个老子的 说重点 现在人呢 他带了一个女人 去了水手酒吧 你为什么要把那些 猪狗不吃的东西卖给我们中国人 我根本不明白 什么你说 我开始问 为什么你 给中国人 卖了 烧饭 食物 你有什么证据 把你的证据 他说什么 他说 什么能证明 我们说的是事实 你个贵儿子 王八蛋 不给你点厉害 你不知道谁厉害 这意思是什么 这是最高的称联 我们的传统是承认你 让你与传统的传统 还有谁说 中国人没有意识的情绪 您的传统 请你和我一杯咖啡 他说什么 他说他想请你喝咖啡 喝你奶奶的洗脚水 喝咖啡 what sort of etiquette is this thank you oh thank you too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骂人的话吗 鬼儿子你会说中国话 把你在中国的领土上 你说什么鸟语呀 我打死啊 不要不要 我打死啊 我打死啊 干我日子 是 我打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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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打回去 属下明白 属下明白 是 将为园长来的电话 郡长 出兵 是哪里出兵啊 麦里克公司的仓库 反哈尔把查尔斯给绑架了 饿 曾 约里克公司奉 事邑 水 公司 别 别 别不住了 你不是问我们要证据吗 不要了 你不是不承认你们的罪行吗 承认了 承认是要赔偿的 赔 赔 你说要怎么赔就怎么赔 只要你先给我送帮 杀人是要偿命的 啊 饶命啊 你现在的命还挺值钱 我暂时不会杀你 谢谢 安安 你不要乱来 立刻叫出他儿子先生 严妙 走 准备活吧 小孩儿 你可是惹了大祸了 江卫园长很不高兴 不能交 敢敢违抗军令 信不信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 你信不信我现在一把火把这儿给烧了 我还不够大 你到底想怎么样 麦里克公司赔偿我奎门父老三十万英镑 哼 你这是痴心妄想 三十万英镑在这儿 王凤河 贵人儿子 留了这么一手 皮尔峻先生 咱们进一步说话 你要搞什么鬼 是 有什么话 不能当着我的面说 船长 这时间有限哪 不容我解释啊 我这飞机上的飞行员哪 它是个二把刀 长时间得不到我的命令呢 它心里就会发急 它心里一急呀 手就会发慌 这手一慌呢 那手里的炸弹 说不定就扔到了 英国人的货轮上 你说是不是 皮尔循先生 范律长 这样吧 我们过来谈 好 以后你们要是再有事 谁也别再来找我 走 范律长 梁军长走了 钱都在这儿 可以放人了吧 可以放人哪 那我的货轮呢 别着急 别着急 军显 皮尔循先生 钱哪 我收下了 你呢 可以够了 那 范律长 你会按照我们的约定 为我们的货轮放行吗 放人哪 三十万 放货轮呢 还得再加三十万 范律长 你 你这是 出二放二 像你这种 不讲心语的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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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你交易了 你 你把钱还给我 皮尔循先生 看来你不懂中国的一句老话呀 盗谁手 跟谁走啊 成队 是 你快让它们住手啊 你们都是一群强盗 若葵 你 绝长 这回 你可把货撞大 看看球啊 天塌险 反而把他给拖起 梁军长 这次公司损失参重 总部很不高兴 我已经被撤职了 皮尔循先生 将拣替我的工作 他说 哈尔是你的人 你不做出一个交代 恐怕 贵军和我们公司的合作 到目前为止 你以为我想看到现在这样 哈尔 是你的兵 他所作所为 你难道没有办法吗 你们的军人 可以不服从魅力吗 现在的舆论压力很大 我不好直接派兵去清洗啊 反哈尔啊 反哈尔 这回可是你小子把我给逼的 你没办法 反哈尔无法无天 屡犯军规 军部上下一片讨伐之声 不杀 不足以明军记 圆圆 既然你已经取得他的充分信任 这件事就全权托付给你了 得干净起 三日之内 我要他的相上人头 不杀 不杀 我海军利用小钢炮后座力 在那江面上行走如飞 麦力可号泡炮打空 我们的小钢炮 那是频频将其击中 他们快不行了 打得太好了 喂 旅长 樊特长电话 喂 樊尔无 什么 你在飞机上看见 麦力可号被打沉了 狗日子英国鬼子 这下值得我樊哈尔的厉害了吧 好 阿哥 阿哥 谁啊 叫什么 叫什么 梅花 你不是去看戏去了吗 我 我 我这不是怕你闷吗 所以回来陪陪你 你这是 哈哥 哈哥 别瞎叫 瞎叫什么呀 我不闷 不闷 你看兴趣啊 哈哥 你不会这么早就睡了吧 这可进来了啊 叫什么 你俩有什么事啊 哈哥 你办的是哪一处 不许叫了 小团长 你有什么军务上的事吗 没什么军务上的事 没什么军务事 鬼 哈哥 大家都闷闷的想约你一块打牌去 我们四个人 好久都没有耍过了 何府旅长是怎么吩咐的 还打 我看你那屁股啊 是不是想拿军务来挠痒呀 不是 大家手都痒得很嘛 干脆这么着得了 我们呀 不耍钱 也不让何府旅长知道不就行了 不耍钱 让梅花陪你们去怎么样 好啊 好啊 那你不让我陪你了 不用 不用 叫你去你就去啊 曹继工 嗯 你们几个 配好梅花啊 好 不打给我十圈 不许回来 那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别管了 晚点回来 好好好 是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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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唐鱼儿 哎 这大半夜吃唐鱼儿不消化 要不 我给你煮点粥喝好不好 不 我就要吃唐鱼儿 就要吃唐鱼儿啊 哦 给你两个够不够啊 这两个 你当我是叫花子 我知道这是给谁煮的 你不是给我煮的 八号 你给我记住 我也是你女人 给给你五个行不行啊 八个 我又胡了 哎哟 嫂子今天手气真好 哎呀 师父说过 三龙一凤 有输无盈 行了行了 都别记了 你们哪 都回去歇了吧 哎 哈哥说了 要多陪嫂子玩试圈呢 什么试圈 算了吧 你们都回去歇了 哎 那嫂子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吧 我去看一下 就不可思认了 我来呀 我去的 疗伟 不可思认了 不可思认了 你还想地 不会太多了 我可能你看了 我看你了 烫死我了 烫死我了 没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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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汤圆 吃汤圆 汤圆 对 昨天不是你生日吗 我忙着收拾英国鬼子 忘了 今天 特意煮碗汤圆 给你吃 来 这是豆沙馅的 来 尝尝 来 尝尝 好吃 是不是烫着了 怎么样 没花 怎么了没花 没花 烫着了 没花 你 花 好 好 我 有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堂堂的一个军长 竟然处置不了 手下的一个旅长 皮尔兄先生 这件事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不不不 不是给我 而是给你我两个人 一个圆满的答复 我明白 你我已经白白的损失了 三十万英镑 奎门的守军 现在还驻扎在工厂里 工厂被破坏了 那哈尔不除掉 大英帝国商人的利益 不能保证 那你梁军长 恐怕 这个凡哈尔迟早要坏我大事 实际上 我早就有安排 但这件事情 不能操之过急 皮尔兄先生 我现在需要时间 梁军长 军事我不懂 可是一位长官 竟然奈何不了他的下属 实在让人费解 这三十万英镑 老子又可以添一架飞机了 不理啊 对啊 奎门机场已经开始动工了 再有一个月就可以完工 太好了 老子真的要当三军总司令了 干嘛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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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军派人来了 怎么说 他让我们撤去工厂里的驻军 个老子的 老子的枪把子还没立稳呢 就想让我撤军 想的美 不是 看来英国人又给梁军施压了 队长 那我该怎么跟他们说 打发他回去 是 慢着 你先稳住他 是 旅长 看来这次你也亲自去一趟外险 为什么 抗命不遵 容易给梁绅留下把柄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又要做得滴水不漏 军衔 你的意思 是想让我从工厂里面撤军 顺水人情 我们扣下了英国人那三十万英镑 除非 你真的不想给梁绅这个台阶下 那我撤军不就得了 有必要非去见梁绅吗 你还非去不可 为什么 那英国人和梁绅本来就是沆血一气的 血 什么血啊 哈哥 就是说梁绅跟那帮英国人 是穿同一条裤子的 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军师啊 你以后说话通俗点 我们扣起来的三十万英镑 又屡次违反梁绅的命令 他们 不会善罢甘休的 笑话 难道老子 我还怕他们不成吗 我们还怕他 笑话 话是这么说 但现在 还不是跟梁绅 摊牌的时候 那哈哥也不能去 你想 我们扣了他们的钱 他们不也得把哈哥给扣下 对对对 哈哥不能去 对 不能去 是 我倒有个主意 可以去往万无一时 咱们给他来个公私不分 带上厚礼 变状先往 再带上杨镖和二姨太 不要去司令部 直接进梁公馆 等到了司宅 先让让起来 给他来个宣兵多主 好好巴结他的梁太太 这样 就使梁绅想治你的罪 恐怕也拉不下这个脸 再让梅花从中说情 这边军师呢 把部队从工厂里面撤出来 骚团长进步蛮快的嘛 对了 我们呀 跟他打架 多输他一点钱 这个想法跟我一样 不光是输给他 主要是输给他的女人们 他的仪太太们 在他耳边来个枕边风 对对对呀 这样一来 这件事就可以抹平了 好 就这么办 梁绅啊梁绅 你要是灯 我就是油 我耗死你 你要是茶 我就是水 我泡死你 你要是咕噜 我就是蟹 我绕死你 你要是玉皇大帝 我就是孙悟空 怎么样 我绕死你 美国的花旗参 还有日本的珍珠粉 对皮肤好 要盐的 到底是樊旅长 知道心疼人 你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让我们怎么敢收啊 李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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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哪里哪里 孝敬军长的夫人 也是我樊哈尔的分内之事啊 哈尔啊 都舍不得让我用呢 樊旅长 你没欺负我们家圆圆吧 没 你问问梅花 我欺不欺负她呀 哈尔对我好着呢 哎呦 瞧瞧这狼情惬意的 我们家老头子 要是赶上樊旅长的一半好啊 那我就知足了 军长 军长好 老爷 老爷 你们几个先出去吧 是 老爷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位就是樊孝钦樊旅长了 王先生的眼力真是不错呀 这就是连我梁某人 都不放在眼里的 樊孝钦樊旅长 哈尔不改 报告军长 哈尔已经把英国工厂里的驻军 全部撤出 特来向你复命 我要是不下命令的话 你是不是一辈子都不想撤军呢 军长 哈尔对军长的命令 一向是服从的 是啊 军长 樊旅长这次来 就是特意向您汇报这件事情的 梁军长 莫不是樊旅长 承办英国食品公司的事 樊旅长深明大义 卫民出头 该得到梁军长的嘉奖才是啊 好了 先不说这个事情了 小心啊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王维之先生 共产党的党代表 共产党的党代表是 干什么的呀 看来 范队长对莲俄联共 辅助农工还不甚了解 是什么事连俄联共辅助农工啊 你这个哈脑袋 你愁碰向王先生 好好讨教讨教 是 樊旅长的讨教 我可不敢当 不过 能劫势樊旅长 倒是我王维之求之不得的 王先生 您说话呀 跟我的军师何军贤 一个调调 你们俩呀 肯定能尿到一个狐狸圈 好 王先生 我樊旅长 是个粗人 以后 向您多多请教 我也正有意 与樊旅长速席常谈 好 樊旅长 你既然来了 就多住几天吧 正好 梅华和七姨太也是老同学 让他们女人家 也好好地聚聚 给你腾出空来 好好地向王先生讨教一下 樊旅长 谢谢 王代表 今天幸亏你在场替我美颜 不然 军长 非得把我骂死不可 樊旅长 承办英国建商 乃民族大义之军 我王维之从心底里佩服你 绝不是一美之词 是我的真心话 王代表 哈尔啊 我是个粗人 但是 我最佩服有本事 有报复的人 能解释王先生 是我的荣幸啊 不敢当 不敢当 总是那么谦虚 跟我的军师是一个样的 我看得出来啊 你绝对是个有本事的人 早就听说 你手下有一个叫 何军贤的副理长 运筹被握 决胜千里 你不会再说他吧 就是就是 有机会 王代表去奎门的话 我一定介绍你们认识 你们 一定谈得来啊 求之不得 王代表 我有一件事不太明白 我想请教一下 请讲 什么是共产党 无产阶级的先方组织 为劳苦大众 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政党 简单的说 穷苦百姓 打天下的引路人 那我凡哈尔 从来不欺负穷人 那我算不算共产党 你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怎么说呢 贵党和共产党 谋的都是一个中国的解放 可是宗旨上有所不同 所以孙中山先生和我党合作 提出了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的政策 樊旅长 虽然不欺压百姓 但也不能说是共产党 那么多绕完了 我还是没太听明白 但是 就冲你们不欺负老百姓 支持我打洋人的份上 我凡哈尔支持你们共产党 我相信 我们至少会成为同路人 樊旅长 这是一本共产党宣言 我相信 你看过以后 会了解什么是共产党 好 哈尔一定认真办理 哈尔 莫童 你来啦 我来是要问你 你既然我还在西班子唱戏那会儿 西班子跑到哪儿你都会追去 现在又追到了这儿 尽冷心心俱舍 让你回重庆你又不肯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到底想怎么样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你 在这个巨舍里也有你 这里到处都是你的影子 我只有在这里 才能感觉离你好近好近 只有这样 我才能让自己活下去 活下去 你真是 我不傻 我知道 总有一天你会来找我的 因为我相信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比我更懂你 可是我已经是别人的女人 我不在乎 我哪怕只是眼睛看着你 我知道你心里 在想着我 在想着我 我就此生无憾了 我哪怕是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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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爹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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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能完成 军长给予的任务 自知难死其咎 请军长处置 燕燕 我知道 这件事情 也确实很有难度 咱们从长计矣 快把枪收起来 我又没有埋怨你 军长 你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 军长 我实在下不了手 你是不是 真的喜欢上他了 燕燕 你是个军人 党国栽培你这么多年 怎么能够在关键时刻 临阵脱头 军长 卑职无能 亏对于党国的栽培 你可烦哈尔就让你乱了方村 你也太来你情场了 冤冤之罪 好了 其他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这件事 就先不要管了 军长你放过他了 现在不是我放过他的问题 是他放不放过我的问题 你也清楚 刘强始终对我忽视眈眈 这件事 这件事 一旦凡哈尔倒戈的话 后来不堪设想 所以你现在 必须留在凡哈尔的身边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你立即向我回报 我不会再辜负军长的后望 姨太太 剧院的李长生来了 让他进来吧 你们也早点休息 是 进吧 你请坐 好 这是我专门为你沏的茶 你尝尝 谢谢啊 那个 你吃水果 好 谢谢 姨太太 谁呀 姨太太 樊团长来了 我 太厉害了 我 站在梳子里 我是 一个人 充斥的 软尽的 靠你的方向我怕 就算我只是其中一半 而最在乎爱的真假 那些花儿在山崖 厮守泛黄的牵挂 假装成一场混家 那些花儿在床下 绵绵不断的情话 在温暖中悄然融化 曾经哪有过的背叛 为什么要用爱来惩罚 离开你本是一种赎罪 别再让我无力自拔 那些花儿在天涯 经守过往的践踏 支付爱过的代价 那些花儿在枝崖 雨过之后又梦发 千言褪去爱却深化 那些花儿在山崖 厮守泛黄的牵挂 假装成一场混家 那些花儿在床下 绵绵不断的情话 在温暖中悄然融化 那些花儿在枝崖 雨过之后又梦发 千言褪去爱却深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